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轰 那你看到桌上这两支球牌没错 你应该知道我们要干嘛了 这个是南区羽球寄给我的这个泰神第三代 那最后要抽给你们 那详细怎么抽呢 就把影片看完吧 前几礼拜我收到这个南区羽球寄来的这个泰神第三代 那其实从第一代我以前学生的时候就听过 如今抽到三代 其实我以前从来没有去接触过南区羽的这个产品 那我相信你们应该也比较少接触 因为这个牌子毕竟它规模没那么大 它只要在南部可能会比较常见 那它寄了两支球拍 就是一支就是给我测试用的这个有穿过线 就是我是真的实际有打过这个球拍 然后跟你们讲了这个心得 那这个是一个全新的球拍就是要送给你们的 那我先跟大家讲外表 这个外表我真的觉得大概是南区 因为它其实寄给了我不少球拍 我看过里面我觉得 目前外表我最喜欢的 球拍整体是黑色底色为主 然后它这边有一些 红蓝跟一些白色点缀 非常少的这种点缀就是 也没有什么图形就是 线条而已就是带一些线条感 那我自己本身很喜欢这样的设计你知道吗 因为我之前就有想过说自己要做球拍嘛 那这种线条简简单单的设计是我很喜欢的 然后上面一点点的文字 不过这都还好字体也不会觉得很诡异 那这上面就会你从这个拍框大概 上半部这边可能有30%的地方 就是会有一个金色的一条一条的那种 很像撕的感觉的东西 这其实不是设计它是泰王 就是以前球拍以前有一个设计就是 球拍上面框上面是有泰王包覆的这种设计 那这种功能呢就是增加球拍的这个强度 这个是我可以说它算是比较早期的事情 我看到这个我会觉得有点复古的感觉 毕竟我记得我刚开始高中接触羽球的时候 那个时候球拍好多球拍都有在标榜这种泰王 然后真的就是长这个样子 所以这个有点复古感 带一点金色一点炫炮炫炮的 然后它有些小细节也有说 像这个拍框框内这个12点钟方向啊 它也有做这种一个小图案 也是一些线条 就是我觉得这应该也是方便穿线师 编任那个中间的位置 因为有时候你穿线的时候 不是说找不到中间 但是有这个可以变快 就是很明确一眼就看出来 因为中间在哪里 那它这个中感呢 都是蓝红白这样的配色的这些小巧思 然后这边有写一个泰神三代Classic 然后这个球拍它是这个雾面的球拍 就是它不是亮面器 它是雾面器 所以整体来说质感非常的不错 然后一点点线条 所以底色也是这种黑色 它其实不是这么黑啊 它是铁灰的那种感觉 铁灰 然后一点点的线条 所以整个球拍看起来就是 你看你远看黑黑的很低调 可是如果你近一点看 又有一点质感 因为它有一点线条 我觉得 外观上面唯一美中不足的地方呢 就是它这个logo 因为 虽然它们是G球外游 但是不好意思 我还是觉得 南区的这个logo 不是很好看 就是它们SDK 就写了三个英文 在这个字母在上面 我是 这是它们的logo 也是它们的品牌的简写吧 但是我觉得 可能是不是以后设计一个那种图案型的logo 对不对 所以可能会比较 呃 比较有信仰一点 比较有质感一点 我自己这样觉得 所以 这个是我觉得美中不足 不过 你打球你也不会一直看着这里 对不对 其实这也是小红我 因为 我球拍越来越多嘛 所以我在意的细节越来越多 不过其实这 有什么大问题啊 最重要的还是打杆 对不对 讲一下它这个规格 它这个规格呢 厂商标的是 平衡点是290 正负2 是一个平衡拍的设计 那刚好也是 我满喜欢的一个配置 加上它 这个 框形啊 它是说用钻石框 不过我看 这个其实有点像八角框 不过八角框 钻石框 我觉得都是名字 你 你懂我在讲什么 就是那种框形 这种八角框呢 就是有点结合破风拍 跟核心框 两者的特色 算是在两者之间平衡 的一种球拍啊 它灰速有一些 那意的带一些核心的一些力量的 一些集中的感觉 所以 这种框形 我只能说见仁见智啊 每个人喜欢的不同 不过我自己觉得 OK 这个框形OK 至少不会 感到挥速很慢 当然没有 全破风那么快 不过 还算是OK的一个球拍 那这个中框的地方呢 它场上标偏硬 我自己打下也是觉得偏硬 所以这个部分 场上标示的我觉得没什么问题 真的偏硬 所以 我是觉得如果你是新手入门的话 除非你想尝试一个硬的球拍 不然这个我觉得建议不要 因为 打框真的有点硬 那它这个 这支球拍的售价呢 场上定价是4380 那他们实际的卖价大概在2600多 这个是他们跟我讲的 那实际就还请你们去问问看 不过因为这个 卖南区羽球球拍的经销可能比较少 所以如果哪边能买到 你们建议还是去 他的这个粉丝团啊 去看一下他们的经销 哪边你找得到他们的球拍这样子 这个我拿的是4U版本的 它还有3U的版本 那就看你们自己选择 我把线拉了 我拉的是阿修卫的64TX 这是我目前的爱线 我穿了27磅 框基本上没啥问题 没有特别大的变形 框其实蛮强壮的 可能 我不知道是不是跟这泰王有关系 因为 我通常不太看规格的人 你知道就是你有什么泰王什么 其实我无所谓 我比较重视打桿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关系 总之就是框真的蛮强壮的 那厂商也宣称 宝 30磅 那我穿了27也没什么问题 那简单来说一下这个球拍的打桿 其实这球拍阿 我打的时候 这个八角框我以前打过 其实挥起来的感觉 算是挥速比较快的球拍 但是 你跟纯破风比是没那么快 但是 也算是快的球拍 就是至少你不会觉得迟钝 加上它的平衡点设定 是平衡拍 所以 其实拿这个你在挥的时候 负担没那么大 会比较有点负担的就是它这根中感 打感偏硬 那你说打球那个 这个泰王有没有帮助 其实我感觉 我没什么太明显的感受 球值不会离我目前正在打的球拍 差到太多 跟我目前主力的球拍 我都拿AT28 然后94S 打出去的球值表现 我觉得都 不会差到很多 唯一我觉得 比较美中不足的地方 就是这个中感的地方 因为你们如果常在看我影片就知道 我是很在意这个 中感抗扭的人 拍框的抗扭 我觉得没啥问题 打起来很稳 但是这个中感 有点弹性不够的感觉 就是我打很多球吧 有些球拍中感打起来偏硬 可是你感受的到弹性 那这个的弹性 我感觉的比较少一点 再如果再更少 就会是柴的感觉 但是这个没到柴 就是弹性好像就是还差了 那么一点点火候 跟我那些打过的一线大场的球拍 不过你也要想嘛 我打的那些球拍都是4000以上的球拍 这个毕竟才2600 当然没什么好挑剔 但是我觉得 因为我要求比较高 因为我打太多球拍了 我对这个弹性还是有点感受的 我还是觉得有点欠缺 不过已经明显比二代好很多 因为他们之前其实有寄过 这个泰神二代给我 我觉得至少比二代提升了不少 那这个呢 我还是觉得 跟一线还是欠缺了一点点 所以我觉得他卖2600的售价 如果能再低一点点到2000出头的话 我觉得CP10就会特别好 那这是我对这个 南区羽球的泰神三代的一个分享啦 我自己亲身的感受 那分享到这边 希望你们有帮助 之后还会再分享更多球拍的打赶啦 那如果你觉得我影片不错的话 你可以在我的影片下方 帮我按个订阅 来关注我未来更多的影片 粉丝团也可以按赞 来关注我最新消息 那我是小红 我们下次见啦 下个影片见啦 拜拜 好啦跟大家讲一下 怎么抽这个南区的这个球拍 其实抽奖跟往常一样 就是我的粉丝团啊 会给影片预告贴尾 你帮我分享那篇文章 然后你要社公开 因为你要社公开 我才看得到你我们分享嘛 对不对 第三个就是在那篇预告文章的 那个影片下面留言 就是随意留言 留言你对南区羽球的看法 你觉得这个牌子怎么样 或是你想要跟小红 讲什么话对不对 我努力的话 尽量一个一个回答一下 因为最近抽奖越来越多能抽 然后都我一个人在回复就是会 回的比较慢 但是我尽量能回大家好不好 然后我们一个礼拜后呢 就会抽出这个球拍 在那个同天的底下留言 最后呢 我再感谢一下这个南区羽球 这个无偿呢 又送了我这个球拍给我测试 然后也东西 也帮大家争取福利抽给你们啦 那如果你们对他们产品有兴趣的话呢 可以去看看他们的粉丝团 那我们下个影片先啦 拜拜